- 歡迎收看財政エスペース - 晚上好 我是林德成 首先关注今晚的马股走势 马股连续第二天上涨 今天的大马银行、亚通、连昌集团等蓝筹股推动下 全天上升14.63点 必是时报1685.36点 分析人说 中国投资者今天进场购买马币和大马债券 加上政府机构和本地基金的橱窗粉饰活动 令到综合指数冲上1680点 Y之间能净买了1亿5669万零级 本地机构和散户卖票 个别卖出1亿1375万零级和4294万零级 接下来的企业不两位单元 一开始有成功集团的新闻 由于汽车业务分拆上市 对成功集团的贡献减少 截至今年10月31号为止 成功集团第二季经历按年下跌20.13% 至1亿2,225万8千零级 至于银月额也按年下跌12.38% 至22亿5,713万2千零级 紧接着 博威年产业信托宣布 和The Intermark私人公司签署的买卖协议 将以1亿6千万零级 购买在吉隆坡的Intermark商场 Intermark商场面积大约31348平方米 拥有6楼的零售商店 及367个停车位 最后 莫斯德控股宣布以1亿8千万零级售价 卖出Gendela Hikmat公司的30%的股权 预计可以赚取1亿9446万零级的一次性盈利 作为营运资本 据了解 Gendela Hikmat目前持有5片占地577英亩的地皮 但并没有进行任何发展活动 截至今年11月30号 未及查净资产值为2亿9千979万1千零级 感谢收看 祝你晚安